韓國總統大選以些微的差距變天 來聽趙少康的分析 你要把他換掉你就要合作 那否則的話你講了半天 你也換不了他 你還是老二老三 只是自己在分在野的力量而已 南韓就是所謂在野聯合 希望達成政黨輪替 柯文哲也不是一個沒有彈性的人 但是你也不能欺負他 也不能說你現在第三 所以你就得聽我的 否則你就是不顧大局 也不能去講人家 他也有他政黨的生存的需要 也有他政黨發展的必要 我們要請教一下立文 所以台灣有機會像趙少康說的 這個叫做在野聯合嗎 台灣過去事實上 在野黨合作的難度都非常的高 譬如說第一次就是 趙少康當時民進黨跟新黨要一起 那功虧一虧 因為有一個民進黨的跑票 結果就差一票 這個二月正改功虧一虧 那後來即便是同樣是藍營的 你像國民黨跟親民黨 這個兄弟吵得更兇 或者是說每一次有合作過 也國親和啊 那你看這個聯宋當時選總統的時候 就是一個國親和嘛 但是當然難度都很高 那更何況 國民黨跟民眾黨之間 過去並沒有什麼樣的歷史的淵源 搞不好還有一些 過去還有一些競爭關係 但是問題是說現在的現實 我們必須看待現在的現實 的確是不一樣 那麼這也有幾個前提啦 就是說你兩黨對於現實的判斷 有一致的基礎 然後你今天第一個 我覺得國民黨必須放下大黨的身段 否則人家幹嘛 你通通都 大黨都叫小黨讓 小黨為什麼要跟你合啊 對不對 小黨不可能跟你合嘛 所以到目前為止 那個距離還非常的遙遠 第二個就是說你這個藍白河 不能只談台北市 只談台北市是不可能成功的 你一定要全台灣起來談 這樣子你才有空間 才有談性 才有辦法談 只談台北市是不可能的 但台北市一定要談 為什麼 因為台北市是民眾黨 唯一的一個基地 而台北市又是首都 所以台北市它一定會在裡面 是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但問題是說到目前為止 除了我看趙先生跟這個 我在脫衣服之外 兩邊似乎都反應很冷淡 還沒有看到什麼樣的一些氣質 但是如果說一直讓民進黨囂張 然後第二名跟第三名 一直拿不出一些辦法的話 我覺得也會讓你吃